记者政委其台北报道,交通部国道高速公路区即日起推出未来日旅行时间预测资讯服务,民众可查询未来三个月内的一般日、周末日及连续假期,国道1号、郭三及国五任一起气点交流道,预测所需行车时间,作为行程规划参考,避开拥测时段及路段。 旅行时间资讯是高公区交通资讯提供重点项目,104年期已于连续假期间提供预测旅行时间资讯,为扩大并精进旅行时间完整性,高公区推出未来日旅行时间预测资讯服务,HTTP-1968,Freeway,Governor,TW Future Travel Time。 高公区说,预测系统是与105年度第二届高速公路ETC资料在交通管理应用创意竞赛,旅行时间预测优胜队伍合作。 利用高速公路ETC资料进行数据分析预测行车时间,透过高公区1968及时路况资讯网页及高速公路1968APP提供民众查询。 高公区说,新车时间预测资讯将会每周滚动检讨更新,以持续提供更准确预测内容,但实际路况受天后,事故及其他非预期因素所影响。 民众行驶国道前,仍可使用1968及时路况资讯网页,高速公路1968APP查询最新国道路况。 家业机场 服务大帧 膜度 个试队 因为